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30日 星期六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 先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昨晚東區走廊有一輛的士達 然後自焚陷入火海 現場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一箱熱話說到北角 有一間中醫診所疑似中醫無牌行醫 為甚麼呢? 據報這個無牌的中醫師 甚至有機會月賺13萬元 因他自製涼茶聲稱可以醫濕診話 是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齊了解 另外亦說說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東區走廊的士行駛逃中自焚陷入火海 幸好司機及時逃生 報道多久就提到 昨晚9時多 有一部空載的士 沿東區走廊往柴灣方向行駛 到太古城對開時 司機發現車頭冒煙 於是將車停下並立即汽車逃生 沒多久 火勢越燒越烈 的士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消防到場 開喉將火破滅 事件當中 幸好沒有人受傷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近期車輛在道路之上突然之間的起火 的新聞好像越來越多 今次到的士 據報當時的士沒有客人 不過逛逛逛途 突然之間 車頭冒煙 幸好司機走得遲 另外也講講香港的經濟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奧北的負線漢堡包店 這個Oskill都撤出香港 據報 隨即夜講再見 報導的內文提到 自從疫情開關以來 內地過乾龍陸續殺入香港 不過就有外國品牌宣布撤出香港 奧北旗下漢堡包店副線的Oskill by奧北 在昨天公佈 葵方和中環兩間分店 都只會營業到12月31日除夕 強調 結業的決定是純屬商業決定 翻查資料 這個品牌曾經在2021年 在中環開設旗艦店 為處人流最旺的娛樂行地鋪 樓高兩層 佔地4600呎 在疫情之下 仍然吸引了不少市民 專程前往光顧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再有外國的品牌宣布撤出香港 今次這間漢堡包店都有兩間分店 兼且在2021年的時間 當時也是敢於在中環開設旗艦店 亦有不少市民光顧 亦有不少市民光顧 突然之間 傳出消息 只會做到12月31日除夕 說和經濟情況有多大關係 他們強調 倒閉的決定純屬商業決定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旺角信和店鋪要停售BL的藍藍漫畫 店員說有執法部門來查鋪 讀者狠批過份 報導內問題多了 話說這個BL漫畫會不會絕跡香港 網上有鐵文指 旺角信和中心一間漫畫店 因為遭到教師或家長投訴 商場多間漫畫店都要停售BL漫畫 01的記者在12月29日到過信和中心視察 至少有兩間漫畫店都指不會再有BL漫畫 其中一間原本兩個的書架 還有一個角落用作展放的BL漫畫 現在都已經被稱空 又或者改放其他類型的漫畫 有店員說 幾天前有所謂的執法人員上門調查 並被告知不能夠賣 於是乎停售相關的漫畫 預計以後都不能夠賣 影響至少一兩成的生意 另外有喜歡BL漫畫的讀者獲釋消息過後 到信和買書 但就發現書架上空空如也 認為若果因為投訴而禁售 屬於繳往國政 就說 我們的取向本來就已經少眾一點 如果被禁止 然後再少眾一點的話 就實在太過份了 警方表示 當警方接獲任何投訴 定必依法調查 若果發現有違法的行為 定當是果斷執法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漫畫書架都被稱空 據報有BL漫畫近日遭到一些人士投訴 所謂的BL漫畫就是男男戀 即男仔喜歡男仔的漫畫 不過也有不少朋友都喜歡看 但在說最新情況 相關的漫畫店的書架被稱空 他們就說 早兩天有執法人員上門調查過 告知不能夠賣 有些讀者當然是相當知覺得矯枉過正 那這種情況會不會進一步擴散 例如其他類型的漫畫都不給賣 不得而知 在說其他城市 可能日本 基本上是不可能有這樣的事發生 這次香港的旺角信和中心就發生這件事 不知道會不會成為國際新聞 另外也轉看一下這宗熱話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 有關毛牌行醫 北角的中醫師尼世 他的兒子毛牌就繼承副業 估計月賺13萬元 自製糧茶所謂醫濕疹 有女客人中招 報道的內文提到 糧茶竟然可以醫濕疹 TVB節目東張西網日前報道 一個受濕疹問題困擾的女生 去到北角的一間中醫診所治療 那位的中醫師為他 處方兩支糧茶作藥 不過那個女生喝藥過後 就出現了月經敏亂 事後揭發原來那個男子 並非中醫師 而是紫繩腹業 涉及無牌行醫 向客人處方糧茶 匯劑還要收費1300元 粗略估計他可以月賺13萬元 這位女客人多年以來 受到濕疹問題困擾 早前光顧北角一間店 外面寫著根治濕疹字眼的中醫診所 當時對方說自己醫治濕疹多年 就說全國北角都認識他 問過這位女客人的病情過後 都未有進行把脈及涉疹 就處方兩支疑似的糧茶 就說飲用一個多星期過後再覆診 再飲用一個月過後就會完全好 這位女客人指兩支糧茶要價約膜 21300元形容未到此五花茶 但當他想著拿單據和約單的時間 對方才表明自己並非註冊中醫 所以沒辦法提供收據 這位女客人飲用兩天過後 就出現了月經來潮 更加驚痛近一個月 以前從來都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東章就找一找這位姓國醫師的名字 發現他根本就不是現時的註冊中醫 節目組於是安排患有濕疹的同事放蛇 只見診所門外貼有註冊中醫的字眼 而裏面就有一個年約50歲的男子負責看診 男子詢問所謂放蛇的同事的生活習慣 還有遠距離進行這個虧診過後 就處方了兩支疑似的中藥涼茶 事後節目組返回中醫診所執問那個男子 為何不是註冊中醫師 不過就私自開藥 對方就以到這個藥房買藥作比喻 就說好像你去藥房買感冒藥一樣 那個都不是醫生來的 也不是藥劑師 他也是憑他的經驗這樣做的 以上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也是東張西網的個案 問問北角的街坊 很厲害 兩劑涼茶1300元 原來處方這兩支涼茶的人 根本就不是註冊中醫師 是父親是中醫師 原來是紫成父業 不過說只有口罩 就說爸爸是醫生 就不代表兒子是醫生 令秘商問到 資藥裡面有什麼藥材 有什麼成份的時間 他不肯說 事件驚動了東張西網 和各媒體跟進報道 未知相關的部門會不會採取行動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